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新練就可以實現 2020年急劇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點的貢獻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點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博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龍鑽結瓶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短折 2020年3月19日 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 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億元的超級短折 再度大聲幾乎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 52元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博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無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贏在拐點 抓趨勢贏在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博藝 我是以財周刊的副總處比利休光 今天的盤就比較沒什麼好講的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看看有什麼名牌 不過我是沒有什麼報名牌 所以今天的盤基本上就是跟你回顧 它就是長起來了 比較重要的是怎麼抓到這樣的一個底部 就今天的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我們曾經在這裡搬多過 這個地方有創新低 然後那天走的還不錯 下殺帶量 然後對坐 那麼以為國安基金會坐上去 它偏偏還要再洗一下 那在洗一下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發現到 那就只好順著它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它洗多久了 所以就我的一個方式來說 我就會避開來 所以那時候有一路的躺平 然後翻多 發現不對勁 再來一次躺平 躺著躺著至少也躺了怎樣 12345 也躺了5天 又躺了一個禮拜 躺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在10月31號開始就翻多了 那個時候這裡的訊號 10月30號的這一天訊號 它是港股持續的創新低的過程裡面 台股不太跟 那時候你看港股在10月31號還創新低 30號31號連續兩天 創新低的過程裡面 台股已經不跟了 這個不跟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它應該就是要準備開始做一個反彈 所以之後的一個部分 就比較簡單 我在標題上面都有跟大家講 這是10月31號的盤中的直播 就多頭歸對 你看這個拳頭握得緊不緊 對不對 然後再來11月1號 11月1號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群裡面 就有 因為我已經翻多了 而且我還特地的跟大家講說 這個就是要偏多了 然後我發現31號的時候盤中 粉絲們還沒有辦法改變過來 當然了 因為大家也不熟了 加入這個群裡面 時間不久 大家互相認識的不是很久了 所以當然就沒有那個信任感 另外一個就是外面的那種群太多了 要嘛就是業配啦 要嘛就是要你買東西啦 要嘛就是一起來抬轎啊 然後或者是出貨啊 或者是要你什麼上課啊什麼的 有的沒的啦 買一大堆啦 那基本上我的群不是 因為我是被工作指派的 我也沒有在賣商品什麼的都沒有 也沒有在收會員什麼的都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人家有那個防備心症很正常 因為被騙太多了 所以他這個地方呢 我就下了一個標題 這個是 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因為我們那群粉絲還在躺平啊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不太跟人家爭行情的 我們很多的這個 包括我的那個老大 還有這個同學啊什麼的 要跟我講誰誰誰的觀點 基本上我都不太回應的 我們有什麼好回應的呢 不是說我一定對啦 不是說那你就多看幾天 收盤價就告訴你說誰對誰錯了嘛 所以事實會證明一切嘛 對不對 那沒什麼好變的 那麼在就是 11月2號 我就跟你講說我是多頭嘛 在萬事 那一天的盤中的那個 好像隔天吧 隔天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 因為要面對到點準會的會議嘛 然後我們那個粉絲也很可愛喔 他提醒我 你說你小心喔 小心這個到時候又垂直掉下去喔 對不對 來個跳空跳水喔 那的確被他看對了 就是我心裡面很清楚啊 這個已經沒什麼好難格啊 因為你就是要給他跌 你才有機會買低嘛 那你買呢 因為整個行情就已經頭洗下去了 頭洗下去之後呢 這個國安基金他就只能拉了啊 要選舉了啊 然後這個 聯總會的這個利空 他剛好就是一個買點 對不對 就是一個人性上的一個測試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那一天的大跌 這個還特地的喔 跟你提醒說啊 千萬不要辜負了聯總會 用力砸出來的黃金坑 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 什麼叫黃金坑啊 因為台灣喜歡用的那名詞就是 彎腰減鑽石嘛 對不對 但是喔 你會發現到黃金坑更怎麼樣 更生動 對不對 就像那個砸出來的嘛 對不對 聯總會就升息啊 而且說還要升很久 升得更久更慢 然後更高 然後呢 這個就掉下來 可是沒有創新低喔 那時候倒雄還跌不少 什麼五六的白點什麼的 那麼隔天呢 還是一樣開低 還是一樣跟你堅定的 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就是怎麼樣 起風了 起風了喔 然後你看 至少你禮拜五的時候 就要看得出來 這個盤就跌不下去了嘛 對不對 你最後那個尾盤的時候 或是下午的那個夜盤的時候 就要跟他們買那個七指多單了 那今天呢 今天有量有價囉 有量有價囉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喔 你可以回顧一下喔 他的這個 從8月17號 1萬5 8月 8月17號的這個 15,475下跌過程有沒有 這個成交量 一日行情 一日行情 對吧 都是只有增加一天喔 可是這次是增加兩天 這裡呢 這裡也就增加一天 對吧 這麼長的一個時間之內 他的一個上漲 從來沒有出現過 兩天 兩天的量的增加 這代表著什麼 追高之後 還有人不願意追更高 那這就不太一樣囉 不一樣囉 那麼上一次的時候是怎麼樣 就是每一次碰到十字均線 碰到十字均線 都跌了 這一次呢 這一次是十字均線 站上去了喔 曾經有聯總會的一個利空 聯總會升級的利空喔 來測試這個十字均線 然後又創新高 所以這一波跌完了 跌完了嘛 跌完之後怎麼樣 再來就是呢 這個 我們跟你講說 上禮拜五說起風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當一隻豬就好了 當一隻什麼樣的豬 當一隻呢 站在風口上的豬 怎麼樣 給它吹到天上去 我也不知道會長到哪裡了 雖然說我說萬事喔 但是我心裡面很清楚的知道 我那天寫萬事的時候 還有人跟我講說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啊 跟我講說會不會太高了 我左看右看我就不知道說 萬事有什麼好高的啊 這個今天的盤面上 你就會感覺的出來嘛 對不對 今天盤面上的這個投信喔 你自己看看他的一個動作 他買什麼 他買創意 他買四星 買這個M31 買這個金星科 那你再看看這幾隻股票 這幾隻股票怎樣 都飛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是不是我說的 風口上的豬怎麼樣 被吹上天了 那這什麼呢 他這麼高 而且是今天是波段的新高啊 他照買 你說他錢多啊 他不怕套啊 沒有 沒有什麼錢多不怕套 他也不一定能夠怎麼樣 他上一次這裡買很多啊 對不對 給你看他們的籌碼 有沒有 不是說他錢多 他買就不會跌了 照跌了 他只是說跌下去之後 他還有錢 再怎麼樣 再給你加碼 加碼做解套 他說現在解套了 他在跟你講什麼 他今天的動作跟你講說 我不是做解套波 他在回應秀豐啊 我說 起碼這個也來做一個解套嘛 對不對 解套波 那解套波今天來到這個成本區 我們都被來落跑啊 他跟你講說 秀豐 不是解套波 所以今天再給你一個買進去 跟你講說這個不是解套 那你就可以知道 不是解套還在這邊買 那就是作帳的標的了 那還有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情況就是 他一直壓縮壓縮壓到10月1號 如果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1號 可能是比較好做公務人員 那個作帳的時候比較好做 就整個11月份 他的一個護盤的業績 有百分之多少 比較好算 那我們就順著他 對不對 所以我們11月1號開始 就很多 多頭歸隊 多頭歸隊之後 再跟你講說 我們要看萬事 萬事之後再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要起封了 那起封之後怎麼樣 就是三合一的行情 我們在群裡面特地跟你講 這是三合一的行情 什麼叫三合一 這個選舉 選舉是九合一 我們的股票是三合一的行情 一個是選舉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作帳 因為11月剩兩個月 他說漲兩個月 沒有我沒有這麼說 我是說作帳 作帳是採平均值 我11月漲上去 我12月再拉回 那我平均還是漲 對不對 或者是我說11月上去 12月整理 那也可以 不是說我天天漲 漲到12月 去剩下 沒有這樣 畢竟接下來 全部都是利空 就是景氣的 什麼財源 一大堆的都利空 這個年不一定好過 但是股民已經很辛苦了 已經苦了三季度了 對不對 什麼樣的利空都有 從那個年初最開心的景氣對策燈號 是紅燈的情況之下 一路的往下下下下 對不對 已經苦9個月了 不能再苦了 所以接下來要讓股民爽一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三合一的行情 那還有一個行情是什麼 紅包 所以11月漲 12月休息 1月再漲可不可以 我覺得這個劇本 我有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很多人一定會 批評 會怎麼樣 因為這樣不行 空單還沒有回補 對不對 這空單沒有回補 那就很頭痛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子 看一下我們的信用交易 你看到 這個地方的上櫃 龍券 龍券的增加 上市這邊有減少了 還有稍微減少 這幾天稍微看一下 11月 也不能從1號 因為它開始養空的那個地方 要開始算 所以我抓28號 我翻多的那一天開始 就是翻得太早的那一次 從那一天開始 你有沒有看到 從那天開始之後的這個龍券 上市這邊的龍券是增加的 然後上櫃這邊的龍券也是增加的 也就是說 這一次的底部區開始 怎麼樣 有人空在地板上 所以 我修鋒一定會被批評 因為我喊多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這個很刺耳 這個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反駁一下 那我基本上 我的人是很open的 我也不跟人家炒行情的 因為我太 我做那個 我在券商裡面做策略分析師 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 一定會有人多有人空 然後一定會有被這個argue 那我也都不太回應的 因為我知道說 明天的收盤價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 你是對的還是我是對的 就這樣子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基本上我是很開放的 讓大家在群裡面自由發言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那講出來 心裡面也比較爽一點 但是這個行情就只有一個方向 就要嘛跌 要嘛跌 要嘛漲 那收盤價就會告訴你說 他最近期是怎麼樣 最近期這個紅線特別多 有沒有發現 所以他比較偏多 你說這個 上市這邊 你說景氣那麼差對不對 那你再來看一下OTC OTC這代表的是人氣指標 OTC的這個地方 不是一天 增量了 那是12345 已經5天的大行情了 這一波行情裡面 連續漲5天 我看看有幾次 沒有嘛對不對 最多就是1234 而且這4還不是漲 連續4跟紅 那這邊沒有 你看這裡是 這是天天創新高的 連續246 6天 連續6天 所以 局勢就很明顯 他要開始做行情了 那這個做行情 今天又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Mega在裡面 我們看我們的群裡面 早上的時候就已經有發現到 新聞的部分 都是利空 先是蘋果 調降iPhone的出貨量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紅海 這個是調降第四季 本來在之前的時候說 今年全年還會再 再成長 現在第四季往下調了 這也是 這個封城的關係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 那個警器人收收收 IC設計 就串了一旦 對不對 上禮拜五的那個 一龍店 這個 違約 違約之後 今天居然是大漲 然後再來是 稅改 這個全球的那個 這是那個葉倫 葉倫在提倡全球 這個最低的一個稅幅 10% 那台信的部分 他的稅率 比10%還來的低 那等於是說 他在海外的部分 那個稅就會變高 是這樣子 那麼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利空 那這些利空 看一看 我早上的時候就開始 要提示大家 這個不能夠偏空 所以這是什麼 9.9分 就把長龍給抓出來 長龍這邊 你看到 RSI第一次 黃金交叉 這是長龍 然後再來這個是 大力光 大力光這個地方 我們長期的這樣子追蹤 你會發現到說 他已經漲到 這個1900以上 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到這個是聯電 聯電 維一龍店的違約交割 就指向這個聯電 但換句話說 那麼聯電的產能利用率 可能會往下降 對不對 長給你看 然後媒體又說 驅動IC的警器急凍 要裁員要幹什麼的 長 這個禮拜 驅動IC都是法作會 長 所以就很明顯知道 他利空不跌了 所以這些空干 我跟你講 如果我是主力 我會慢慢的跟你耗 耗到什麼時候 耗到明年3月 就是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長龍 去年啊 拉得太遠 拉得太遠 你看到這個去年的時候 有沒有 去年的這個3月左右 是這個蘇伊士運河呢 被他堵住了嘛 大排長龍 然後呢 那個時候有沒有 在那個之前就是這一段 這是3月嘛 我記得是3月24 在這附近 就大排長龍嘛 可是在先前的時候 就已經漲一波囉 有沒有 他漲一波旺季 然後呢 過年之後 拉回淡季 在淡季的時候 他沒有創新D 他就這樣子給你撐著 撐著 撐著怎麼樣呢 這些投信一直買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龍券 有沒有 你看龍券 因為這個 之後要空單回補嘛 因為董監事啊 這些的 然後股東會嘛 所以他要先做一個回補嘛 然後之後呢 怎麼樣 龍券增加 然後大漲一波 那先前呢 先前這邊也是一樣 龍券也增加 然後跌的時候 雖然有回補 但是這邊呢 還有基本的 基本的最後呢 這些都是被迫 補在相對的高點的附近 那換句話說 從11月開始 11月開始 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的利空 但是 這些空單 這些作手 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喔 從這個地方 開始養空 養著 養著 養到明天3月的時候 你就頭痛了 而且景氣會一路的往下滑 但是就是跌不下去 這個我不知道 嗯 我的觀點是這樣子 那我也不知道我對不對 那如果是我是主力的話 我會怎麼做 所以後面呢 我覺得這一波會蠻有趣的 就是在 新年的上半年 是在景氣最好的時候 然後呢 就開始一路的往下滑 然後現在呢 現在會在這個景氣 開始利空不斷的情況之下 偏偏不跌給你看 然後偏偏的拉上去 那至於會不會過這個季線 我不太清楚 然後 因為我也不想去預測它 反正就是到了再看 然後我只知道說 反正我現在就看萬事 我們就等著來看 然後再來就是震盪完之後再說 那如果萬一 萬一他在這個地方拉回 那也不錯 因為他這個地方拉回之後會怎麼樣 會變打另外一隻腳 那我之前跟你講過啊 那個聯電有沒有 還有那個南亞科 聯電南亞科的部分 他們在7月的時候就打第一隻腳 然後之後再創一個新低 10月這個地方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不只一隻 不只兩隻腳了 現在已經好多隻腳了 因為好多利空 那這個同樣的 我們的大盤現在 大概就是像這個聯電他們 當初一路的往下跌 創新低 那現在呢 可以把它當做是第一隻腳 那這個反彈碰氣線 再跌嗎 我不知道 還是說 它會更高一些 拉回來打對稱 這我也不知道 反正總之我就知道 就是這個地方的 聯電的7月 我們現在處在 聯電的7月的位置 那麼可能在農曆年前後 就是說3月之前的時候 可能還有另外一次的打底 但這個打底會不會這麼低 這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只知道說 這一波就是要先往上做 至於會做到多高 這有時候就要看點運氣了 因為我也不是主力了 所以就是往上看 那麼其中有一個部分 是我昨天週末 禮拜六的時候 在群裡面做功課 提到的就是道琼 道琼他有點強 他有點強 他強是因為人員股 人員股 像埃克森美孚 像雪爾雪夫隆 這些的 這個是比較強的一個部分 那麼 因為油價 我自己觀點 我覺得油價會往上走 往上走 這些人員股會再繼續往上 那這樣道琼就會變成什麼樣 推上去 那這個推上去不得了 因為這是連線 有可能會站上連線 那這樣子就不太一樣 就是在整個的一個空投年的時候 他站回到這個連線 那意義上面就不太一樣 這個要跟大家做提示的一個部分 所以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地方就是 那個誰 那個風 現在開始要往多頭這邊吹 然後會不會吹到你心裡面去 這我不清楚 不過只知道 我現在就是看季線這個地方 我們就慢慢看 然後另外今天的 剛才投信看過了 因為他做中小型股票 而且我們之前就有發現說 他開始買清一色的那些 業績的中小型股票 那今天的盤面 這邊比較特別的就是IP類 然後上禮拜有跟你講一個技嘉 對不對 然後技嘉今天拉起來 因為他這個底部看起來不錯 那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他是PC類的 對不對 他PC類的今天的紅機也大漲 也大漲 然後紅機是什麼 紅機是6月份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 你們半導體不要太爽 在那邊爽什麼 我們終端的已經景氣怪怪的 有沒有 他也算中肯 6月在這邊 這一波的下跌 算是預警到 算是不錯 他現在打底打底上來了 然後今天的整個的PC類的部分 除了華碩 長得還不錯 PC類的包括載板這些的都長得不錯 不是載板是顯卡 顯卡這個部分都長得不錯 所以這個而且是漲一波之後 回撤再拉 回撤再拉 這就是均線有支撐的一個象徵 再開始扭轉這些均線的一個訊號 所以這個不一樣不太一樣 這個是要注意的一個部分 等於是說什麼 等於是說這一次的景氣 大家都知道PC類最差 然後消費性電子裡面的面板 還有Drain都不好對不對 但是他們就開始打底 現在PC類的也開始打底了 有沒有 然後現在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就是等IC設計 IC設計這一兩天 又高價股的又復活 那現在就是說有一些高價的IC設計 他們還在處在這個比較 還在尋求第一隻腳的一個階段 就是他們付出的比較慢 所以那就還是有一些股票 要打底的一個部分 但簡單來看的話 不太一樣了 不太一樣 那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那個 美元指數開始往下 開始拉回 所以資金會回來 所以年底的11月12月1月 我覺得是不錯了 可以做一波 但如果錯過這一波 錯過這一波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很難講 很難講的意思是說 就是拉上去 會不會再回到12000 會不會回到這裡 就是12682的歷史高點的這附近 這就不敢講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的一個部分 好吧 那麼 我看時間 時間差不多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現在的局面 剛剛有一個沒有講 就是外資 外資的部分 它也開始恢復到它的一個正常了 它的正常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買賣的部分 開始買它的 比較像它的一個手法 台基電聯電 日月光 然後聯發科 這都是買全職股的手法 所以這是真外資 然後再來是 萬海洋民 這也是正常的一個手法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大成鋼 這種鋼鐵的 因為整個美元指數 開始往下拉回的過程裡面 那個銅 那個倫敦銅的部分 上禮拜五漲了7% 那麼底部也出來了 所以整個的一個鋼鐵原物料備的部分 也開始止跌了 就這樣子 所以這裡 外資的這個手法 它已經在開始買權重股 所以這都是資金回補了 所以連底會有一波的作帳 這個很簡單 然後再銜接那個紅包行情 對 所以三合一的行情 這個就是選舉 作帳 紅包 一起來 這個是空投市場裡面 唯一一計比較好做的 那後面就又不好做 所以要不要把握就看你了 那當然這你心態上面 要先能夠轉變 要不然你會覺得說 就長多了什麼的 就頭痛了 好不好 時間關係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麼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